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样的 以及这样的 这就是健身吗 爱了爱了 于是我开始办健身会员卡 开始一周去五次健身房 自己准备健康餐 每年参加不同的展会 面积我心中的大神 MBA毕业之后 不顾父母的反对 做了两年私人教练 遇见了一堆好基友 以至于后来 我参加了五次健体比赛 拍了三百多个健身视频 一直到今天 大家觉得我是一名合格的健身爱好者吗 但是 由于我当时过于痴迷于这个东西 导致我把去健身房举铁 以及拥有训练痕迹 就当成了健身这两个字的全部 所以当2016年 开始做健身视频的时候 我就用一种blog的形式 开始记录自己的生活 当时也没太多想 只是觉得这个东西挺酷的 想介绍给更多人知道 就是那种 你很喜欢一部电影 然后特别想安利 给你朋友的那种心情 但是 拍着拍着 一直到2019年 我开始慢慢改变了想法 OK 所以说我为什么改变了想法呢 因为我发现 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时间 或者条件去健身房 可能这时候有些老铁会跳出来说 这都是借口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因为对于有长期健身习惯的 你和我来说 坚持健身并不是一个需要 你长期去坚持的东西 而是能给你带来愉悦感的习惯 就像打游戏 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感觉 可是对于那些 还没有到这一步的人来说 健身就像是写论文 学英语 看书一样 既短期看不到回报 又觉得枯燥乏味的一件事情 你试想一下自己 每天做着996的工作 现在很有可能会零零七 精疲力尽地回到家 这时候再让你花一个多小时 去做一件完全不喜欢做的事情 想想都不太可能 所以对于还没有开始健身的人来说 看我之前那些视频 只会让大家产生焦虑 觉得健身是一件门槛很高的东西 只适合有钱有闲的人 反而让大家没有动力去健身 到训练的时间了 到我被快虐死我了 另一个让我反思自己的原因就是 我发现我并不能只靠记录生活 就能让大家来喜欢这种生活方式 换句话说 我并没有足够优秀到 只靠做自己就能激励到很多人 还记得第一次减职赛家比赛 站在领奖台那一刻 我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自豪感 虽然我只拿到了第一次 而且总共才6个人 我心想像我这么努力训练 保持饮食 我总有一天可以拿到职业卡 成为一个专业的运动员 在拍视频的时候 也总是展现训练中的痛苦艰辛 以及严格的一面 总之就是比较硬核 但是有一天和朋友聊天的时候 他和我说 帅 我觉得你本人很有亲和力 但是你视频的内容 和你的性格气质 完全不符 并没有发挥出你的优点 我当时心想 你懂什么 这种像运动员 话不多说就是干的生活方式 才是真正的我 Hey Damon come here 你觉得 在你印象里 我是一个健美运动员 还是一个健身爱好者 我觉得吧 你还是健身爱好者 我自己觉得练得很辛苦 过的是一个运动员的生活方式 但在别人眼里看来 你这和运动员练得也差太远了吧 也就是说 在某种程度上 我对自己产生了 认知偏差 当时我认为的自己 和绝大多数人眼中的我 是两个不同的人 你觉得我该听谁的呢 大家可以把弹幕和留言 让我知道你的观点啊 我刚去买了一个蓝莓香蕉做的沙冰 但是因为天气太热了 大家看 现在已经化成汁了 另一个让我改变想法的原因是 无论是YouTube还是其他的视频平台 大家都是在讲怎么健身 怎么变大 怎么变瘦 但是很少有人深入探讨 我们如何通过把健身 当做一个工具和习惯 来提高生活的质量 我最近一直在看一本 叫做原子习惯的书 其中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 他说 我们很多人认为 不去做某件事的原因 是缺乏自制力 但其实 是缺乏对这件事的深入了解 我希望通过填充这一部分的内容 成为一个可以帮助 在健身门外观望的人 倒喜欢上健身 最终把它当成一种生活方式 中间的过渡 因为我觉得 这不仅是我擅长做的 同时 也是被更多人所需要的内容 再不吃 它就真化成汁了 OK 其实今天做这样的一期视频 是因为我一直都没有机会 给那些从刚开始就关注我的老粉们 一个解释 尽管当时有很多人在问说 你这个视频怎么突然就变了 但是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一直都没有机会跟大家说 到底是为什么 所以如果今天你能看到这个视频的话 我想跟大家说 抱歉 在这个过程中 我也有在尝试 融入以前视频的元素 或者把视频变得更有意思 比如提高自己讲故事的能力 增加视频的趣味性 提高自己的拍摄水平 剪辑水平 专业知识 以及语言表达能力 所以呢 所以对于那些还没开始 所以 所以对于还 所以 甚至我当时在想 要不要开另一个频道 但是就像大家看到的 绝大多数的视频 都是我一个人在做 所以精力非常有限 最终只能选择一个 做这一期视频的另一个原因 就是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 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就是生活中 当我面对这种 没有对错的情况 到底该如何做选择 有人说 选择决定行动 行动决定命运 那到底什么决定你的选择呢 是你的性格 你的成长经历 还是你周围的环境 可能和上面说的都有关系 但我个人认为 起决定性因素的 是你的价值观 可能这时候的小伙伴会说 我靠你这给我扯三观 但仔细想想就是这样 因为价值观的字面意思就是 当两个东西放在一起 你觉得哪个是更有价值的 是更好的 比如大家看我之前做的一个选择 记录生活是我自己喜欢 而且做了很久很熟练的 而偏科普讲解类的视频 是我一开始比较抵触 但是又觉得 可能是更多人所需要的东西 那在我的价值观里 作为一个自媒体 把绝大多数粉丝的需求 放在第一位 就是更好的 更有价值的 所以最后 我开始尝试改变自己的视频内容 当然你也可以有完全相反的意见 因为这个真的没有对错之分 那其实生活中 我们经常会面临类似的选择 比如学生选专业 职场上选工作 甚至是结婚找对象 诶 这个不算吧 那这时我们该用一种 什么标准来进行判断呢 尽管到今天我也没有标准答案 但是我可以分享一下 我的纠结过程 给那些同样 有选择困难症的小伙伴 一些参考 我觉得第一个要考虑的就是 这到底是不是一道选择题 前几天我在私信 看到这样一条留言 就说他现在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收入也不错 但是呢 这并不是他自己喜欢做的 他也想把自己的兴趣 变成职业 做一个健身自媒体 这看起来像是一道选择题 但实际上并不是 因为你完全可以在工作之余 用业余时间来研究 怎么拍 怎么剪 怎么做视频 我不信你完全没有个人时间 其实我观察 很多自媒体上来都是兼职的 或者是学生 很少有一上来就是全职的 但有的时候 我们就是容易被这种思维误区 把自己限制住 所以大家下次在做这种选择之前 先问问自己 能不能两者同时进行 我全都要 第二点呢 是要从多方面的了解自己 尽可能避免 像我之前一样出现的认知偏差 这个其实是很难的 因为咱们人做的所有决定 多多少少都会带有一点主观情绪 而且有的时候 你还觉得自己是理智的 所以当我面对重要选择的时候 主动去寻找一些不同 甚至是反对的声音 就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像你买东西的时候 主动去找差评的感觉 尽管别人的意见和评价也是主观的 但是却可以成为咱们重要的参考因素 就算你最后还是按自己的想法来 也会尽可能减少后悔的几率 第三点就是 你从现在想象一下 五到十年以后 你希望变成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再回过头来考虑 现在哪个选择 可以帮助你到达那个状态 咱们还拿上面私信我那个小伙伴来说 假如他五年以后 希望能拥有一个稳定的生活状态 不希望太多不确定性 那么有可能 现在的工作更适合于你 但是假如你五年以后 希望的生活状态 先不说财务自由 最起码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那你可以考虑 慢慢往自媒体方向发展 做选择之所以困难 是因为每个选择都有它的好处 有的时候 你现在做的选择 可能两三年后悔后悔 五年以后你觉得 好像还不错 但十年以后 你又会觉得后悔 所以没有一个选择是完美的 有的时候咱们也不用太纠结 还是着眼于眼前能控制的事情吧 OK 大家看到我现在搭了一个 简易的摄影棚 是因为我要拍一下下一季的服装 但是因为外面的摄影棚全部关门了 所以只能在家里拍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 大家也不用给我三连了 就当咱们是聊聊天 什么 你硬要给我 那又不好拒绝是不是 如果大家对做选择这个话题 有自己的感受 也一定要留言给我 我也想听听你们的经验 那今天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我要去拍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